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收看我们狂医秀节目 狂医秀节目告诉大家疯狂的医疗故事 劲爆的医疗尝试 解决你的银蓝杂症 并告诉你如何去做好预防医学的工作 让你健康的不生病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讲到运动这两个字 过去我们手上很多的肥胖病人代谢很不好 这些八九十公斤的病人 你叫他做运动 他跟你说张医师 我没空 我不想做 这些人他没有运动的基因 也没有运动的动机 更没有运动的冲劲 加上他饮食不控制 后来慢慢的养成了运动的习惯以后 我们就爱上运动 加上我们全家都爱运动 所以运动可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 增加你的代谢循环 第二个 改善你的疾病 尤其长期运动的我们发现很多的癌症 心血管疾病 所有的慢性病都会大大的减少 尤其运动到一定程度 你的体重如果减到标准之内的话 几乎你的慢性病都会离你而远去 讲到运动 我们不得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计算你运动量的多少 选速上叫做MET 叫做代谢当量 代谢当量就是每小时每公斤你的热量消耗 通常我们计算每个人运动的高运动量跟低运动量 一般计算如果你的代谢当量可以到每一个礼拜八千以上 你就是属于高强度运动量的人 如果你今天只有六百运动当量 你是属于低强度 而且是非常不足运动量单位的人 那一般人我都建议大概落在中间的位置 差不多四千到五千运动当量 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四千到五千的运动当量 如果你达到这个当量 你只能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状态 那么如果你是肥胖的人 那几乎你就要达到高运动当量 才能够把身体的脂肪减掉 过去世界卫生组织 提倡每个人运动的建议是333 所谓333就是一个礼拜运动三次 每次至少30分钟 心跳要达到130跳 结果这个规律后来发现 对于长期做办公室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强度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又把规则改成533 就是每一周至少5天的运动 每次30分钟 至少要130跳的心跳 所以各位就问我 我每天这么忙 工作八九个小时 回来做家事 回来带小孩 我还要坐我洗车干嘛 男生先生要洗车 女生要照顾小孩 我没有办法每天去做这么多运动 这个就是所谓现代人最大的困扰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另外一种 我们以一种变动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四度的运动效果 叫做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这个理论当初在1996年 是由日本的一个运动大学教授叫田田泉 提出的所谓的Tabata运动守则 所谓这个Tabata运动守则 告诉我们 各位你要注意听 只要你做到下面运动 你的运动程度运动的效果 一定会达到跟你过去的 叫做中强度的持续运动是差不多的 那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每天运动 那你就来参考一下最新的 比较适合你 时间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的运动 什么叫做Tabata的Training 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它的做法怎么做 各位教你 你要开始运动 连续做20秒的高强度运动 然后你休息10秒钟 总共是30秒 这样的一个循环 要循环8次 8.3.24等于240分钟 等于总共240秒 4分钟的运动 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它的效果等同于中强度持续性的运动 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 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甚至于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它后面的后燃效应 可以达到24小时到48小时 什么叫后燃效应 就是你运动之后产生一个产热的效应 这个产热效应可以燃烧你脂肪 达到减肥的效果 可以达到2-3天的持续性的然后燃效应 那么这个高强度 甚至于对于你的糖尿病 血糖控制 胰岛素的敏感度 代谢症候群的改善 心脏功能的增进 还有许多慢性病高血压的恢复 与保养都有很大的注意 因此我们在这里推荐 这个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大家如果能够 在你的生活当中 把这个运动采取到你生活当中里面 我相信各位 你可以像这阿公一样 活到80岁 身体还是会非常健康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们的摄影小编也是一个运动健将 常常打篮球 每天做健身运动 这个我们给他鼓鼓掌非常鼓励 所谓的中强度或低强度的运动 比如说我们做慢跑骑脚踏车 其实做久了以后 它会消耗很多的肌肉 虽然它燃烧了我们很多的热量 但是慢慢的肌肉就会量减少 那么低强度它所减的是脂肪 所有的统计都告诉我们 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可以减到我们内脏脂肪 因此在最后 我跟各位还是一个良心的建议 今天黄医秀给你一个最疯狂的医疗建议 就是高强度与低强度运动 甚至于高强度与中强度的运动 我们再讲正确一点 叫做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 跟中强度持续训的运动 我们要合起来做 那各位问我 什么叫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我刚刚就讲 突然间跑100米 做举重 或是踩飞轮20秒 休息10秒 再踩飞轮20秒 再休息10秒 所谓的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属于我刚举这个例子 那什么叫中强度持续训动 比如说跑步 有氧运动 瑜伽 这些属于比较温和 不会让你马上很累的 持续训的运动 叫做中强度持续训的运动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各位 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 把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跟中强度的持续性运动 两个混合在这里做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狂一秀节目 喜欢我们节目的人 希望你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赞 分享 并加以留言 把你的观念 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来回答你各种疑难杂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